这个林长佐的声明一出来之后呢 这个海外独派简直是砸了锅 有人就说 你把我募款录了你挡了 你就说你支持柯文哲 时代力量真的有可能 会在这次的市议员选举当中 短线上会真的上吗 文婧你刚刚是不是要开始 你刚刚是不是要讲 短线上是会上 短线上 你认为他市议员短线上 因为拉着柯文哲的关系会好 但接下来立委这一局 就出现更难预料的一个状况 没有错 因为你从短线上来看 假设说现在柯文哲有 投票率有投票有40% 很多人冲着他出来投票 那他在投市议员的时候 他可能就两档我都不喜欢 那我就弄一个时代力量我回来了 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时代力量他 现在短线上面他贴的柯文哲 是绝对有好处 所以林长总不得不做这么决定 是这样子吗 我刚才一直讲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放弃抵抗了 放弃抵抗 因为他们的盘比柯文哲小太多了 然后他们有的柯文哲都有 柯文哲有的他们没有 所以他变成说 他必须要依附在柯文哲下面 统独立场还是什么 这些其实都会乱掉 那我觉得说时代力量当然就是说 政党他很难抵抗短期的诱惑 很难抵抗短期的诱惑 因为对林长总来讲 他作为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他是希望他们时代力量能够 至少上 至少要上一个吧 上越多越好 所以他对他来说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成绩 那对他自己个人来讲的话 也就是明年的立委选举 他还是要靠柯文哲 所以他们跟你们民进党 是肯定奔道扬镳了就对了 现在就是要选择了 你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 明年没有离让这种事了 我自己跟林长总是好朋友 但是我很清楚说 他的想法 我认为他们就是那个意志溃散 意志溃散 杨文哲是打掉冲练了 那个时代力量又没有趴在地上 连腰子都可以打掉重练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我现在一直在想说 这个所谓太阳花这一代的青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阳花这一代青年 我们都是天然毒的这一代 然后他们开花结果成为一个时代力量 这是没有错 但是开花结果出来的时代力量 他们居然可以同时之间 和柯文哲是重叠的 而且他们也不care说柯文哲的这些 能格克制 所以老实讲 真的就是说 我们那个时候 对于太阳花那一代的理解 这些年轻的理解 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 或者是说他们当初出来 根本就只是 也只是好像开一个party 他们并不是真的有什么 自己的国家 自己就这种理念 跟野百合是不一样的 还是说他们到底那个时候 那么多的学生站在把立法院包围起来 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本来以为说 时代力量出来之后 是已经表示出那么多年轻人的意义 他们站出来的意义就是说 我要这个 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我为了要保护这个国家 所以我要去这个 反对服贸协定 但现在看起来显然 这些年轻人 他同时 同时又可以和柯文哲站在一起 而且是对柯文哲是 比时代力量更忠于柯文哲 他们这些年轻人更忠于柯文哲 那所以当初他们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 是不是这几年变了 还是说台湾经过民进党执政之后 然后两岸关系的这个更为严峻 是不是这些年轻人也跟着变了 老实讲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很多人被迫要北飘才要好一点的工作的时候 也许 也许 但是老实讲 我觉得说这两年的变化的 不只是政治人物的这个兴衰 是 它会影响到整个台湾这个国民意识 国家定位的整个未来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对 来范老师你的观察 这个证明的那个十九世纪英国首相 那个巴麦尊他讲的句名言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实在力量做这样的一种利益上的考量 我想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任何政治的结盟如果只是短期利益的结合 我觉得是短多但是长是空 因为你没有一个价值信仰 你也没有一个 就政治到最后还是 你如果完全是没有信仰的 就是完全只是利益的结盟 那个也是很容易 很容易就摧毁的 因为我只要给东西给的比你好 你就会投皮啪别爆 因为你没有价值跟信仰的时候 那个就变成很势利 就哪天你柯文哲 柯文哲你垮了 那大家也就各自飞了 也不会有人去同情你了 那这样的一种政治结盟 我认为其实是从长远来看 并不是好的 那我必须要讲 的确你看就是说 中国从这个央视 他做这个报道来这个提名 对柯文哲提 其实我一直在讲 以前马英杰有没有这个等级 这个规格到底谁有过 除了毛泽东之外 除了2014年柯文哲当选之后 2015年柯文哲去了 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他曾经有两次 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 第一次没有过关 第一次他说 全世界就有一个中国 他说这个我们也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后来 就被人家抓了语病了 因为你讲 全世界就有一个中国没问题 那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 所以第一次他 他是取这个桥 他想打擦边球 那次也是把全台湾的中国的媒体全部都找来了 我问你 这个没有国台办在背后施压 怎么会那么 怎么会这样 造得那么周全 柯文哲讲完这句话的当天晚上 过来办发言人范立清还肯定 柯文哲讲对了 我们全世界就有一个中国 后来想一想不对 被他黑了 后来过了几个月 他们又不断的在那边斡旋 后来才有次柯文哲 我们看看他讲的是 他就说 对于九二共事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 我表示尊重跟理解 我们刚刚看到影片 他一直是什么 你中国认为这是个好东西 但是我尊重理解 我没接受 所以他几次在打擦边球 只是第二次他有做一些让步 那这个案件中国就放他去了 所以我也曾经讲过 这是柯文哲走的第三条道路 就是九二共事接受与否 你知道吗就接受 国民党是接受 民意党是不接受 那柯文哲就是说 我不否认 不否认就变第三条道路了 所以柯文哲当初 他刚才那个讲说 柯文哲说九二共事就是什么 下跪 对 他也可以说我没有接受 我只是尊重 那他尊重不表示接受 那这样子对于那些 太阳花时代的那些人 刚才 所以你觉得林长主讲的话没错 对 他也要找自己台阶下 所以刚才文哲讲说 当然我觉得这个弯道 这个转弯是有点太斜了 因为翻车 可是如果他不要那么急 慢慢的慢慢的过几个月再讲 现在大家会觉得你林长主怎么样 他说两岸是夫妻 对 夫妻关系 夫妻也可以分手 夫妻也可以离婚 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种形容词 他并没有讲政治语言 他说夫妻什么兄弟 兄弟会翻脸 兄弟互相砍来砍去也有 所以他都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圆 那我只是觉得说林长主 我只是觉得他太急 但因为时间也有限了 就变成转弯 一百天了 今天九十九天了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刚刚讲说之前 柯文哲二零一五年 可以参加双城论坛 那是我认为习近平给他开的门 我不认为那个是什么 上海市台办没有那个能力 那个没有 习近平亲自拍板 连国家办主任张志军 都不敢做这个组 我觉得那是习做的 然后后来再来看到柯文哲 一度这个民调下滑 他们又开始保守了 看到柯文哲 这个四大一般的不错 他们又开始又寄予厚望了 所以你看这一次 他这个央视拍这个影片 谁最紧张 丁守忠啊 丁守忠昨天去了哪里 丁守忠昨天去台南 去台南是国民党党部前面 那个温安富的那个铜像去鞠躬 现在跑行程 这剩一百天 他跑去台南干嘛 然后说我当院市长 我也要设一个温安富的铜像 我是没看过丁守忠 过去这么挺温安富 所以他就看到马英九也去了 然后引发了这个 蓝营的这个 好像对马英九的寄予的厚望 然后他 我觉得这出现两件事 就丁守忠急了 他发觉北京挺的是柯文哲 不是他 所以他要跟北京效忠 所以这两分钟的VCR是很有意义的 对 对 你要跟北京讲 你们不要被柯文哲两面性给骗 柯文哲可以骗独派 柯文哲可以骗台湾人 柯文哲骗民进党 也会骗你共产党啊 有没有 你根本怎么会被骗去啊 对啊 他连连连连连连都骗啊 结果变成金光党啦 连共产党可能都被骗 他要告诉老共识你要小心 这太强了 第二个他要告诉老共识 我才是真正的亲中反日 因为现在不只要亲中 还要反日 是 那柯文哲没有反日啊 对不对 柯文哲还 所以我觉得他要突然 还等灯会碑碑把日本人卖建造给他 对 还等灯会说把日本人卖给他 对不对 然后他又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要突然怎么样 就是我跟柯文哲在反日这一块 嗯 我不只比这个柯文哲更亲中 而且我还反日 再加码嘛 嗯 但是这也可以看出怎么样 就第九中他对他的选情是担忧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为安护这个问题 剩九十九天还不担忧还行吗 就是为安护这个问题 我不觉得他对他的票有太多增加 嗯 因为你说对于中间选 因为现在讲到 你讲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长期没有关心为安护嘛 那你拿这个东西来谈就表示 他要突然反日 那反日就变成又跟亲中 亲中又可能又跟处统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会跟 对于深蓝的票有帮助 可是你说对于浅蓝的票 跟中间的选票有帮助 我不觉得有帮助 这是会可能对 会下走一些票 可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情 他急了 他有点病急乱投医了 当他的那些群组 都是一些比较深蓝的 或者或者是 可是为安护是历史事实 对没有错 我觉得日本人无权来关我们同向放在哪里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是说他这个时间 如果你是长期在关注这个议题 那没有问题 现在被人有点你长期不关注 你现在忽然关注了 那就被人家觉得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种政治操作 而且我必须要讲 为安护设同向 什么事情都是政治操作啊 为安护设同向我完全赞同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是由国民党去推动 那就会变成就糟掉 因为任何社会运动有政治力介入 那就整个收掉了 就像太阳花巡会成功 是因为民进党躲在后面 所以民进党力挺不敢伸手 因为你政党手伸进去 就臭掉了 那国民党就想不到这一点 他也去支持反年改 反年改我问你成功了吗 我是觉得他把外国安护 这么神圣的事情 很神圣的事情 我觉得他用他政治手继续之后 太臭掉了 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对外安护有什么保障 完全没有 因为大家就说你看嘛 蓝绿嘛 你看国民党还把那个同向 制在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 还谁去了 高斯伯去了 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主委 你觉得这个结果也政治意味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用 我觉得外安护的事情要讨论 对批评 那国民党时期 也有831啊 也有军中乐园啊 那个算不算外安护 那也是外安护啊 那很好啊 你公平待待啊 我们当初我们老讲的时候 在进门搞了823 也曾经有16岁的未成年少女 被迫卖淫啊 也被新闻媒体报道了 所以我说要 要嘛看 就大家都平等看待 但是你今天把这个事情 立事情起来做政治操作 就表示丁守中急了 他要去雇那个深燃的票 可是我觉得这对他台北市选举 效果有限 我觉得他是 他有点病急乱投医 适得其反 我觉得丁守中最该做的是 要去拜托望中 真的 因为他们的那个报纸 或者是电视频道 是从来不会去批评柯文哲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那所以 有骂两个月 对丁守中 他只骂他那个两岸一家庭 道歉那件事情 其他是绝对不骂的 所以如果说 你现在拜托也没用 那个丁守中如果无法突破这一块 他的蓝营呢 那个部分就会永远缺一脚 你觉得蓝营那么被 他会永远缺一脚 而且 白弄吗 而且旺中集团还不止挺克文哲 他还非常的对马英九并不是 非常的不欣赏 所以马英九现在又跟 对马英九本来 还要再重选总统就被阻止了吧 对不对